我们来学习踢球方法之一的脚内侧踢球 它是脚内侧的直指关节 周骨和根骨所构成的三角部位接触球的一种踢球方法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三个部位 周骨 根骨 直指关节 脚内侧踢球的特点是脚与球的接触面积大 出球比较平稳 准确 出球力量较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习守门员的接地滚球 平球 高球的技术动作 发展上肢力量及反应能力 培养合作意识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三个部位 基地滚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